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re are some of praise and categorized as the great hymn of praise 然而诗篇 136篇呢 它有一个特别之处 But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in Psalm 136 那就是全诗呢 以称谢开始 以因它的慈爱永远长存结束 And because it started with give thanks and end with for his mercy endures forever 对 一呼一应 Echoing each other 主要是在月节还有吹脚节的时候歌唱 And it will be sung during the time of Passover and the feast of trumpets 那祭司呢 就负责唱前半部 会众呢 则以后半部 因它的慈爱永远长存来回应祭司所唱的 那这首诗的内容呢 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从宇宙万物广大的角度呢 到人类生活点滴细微的角度去歌颂神 From the broad perspective of the universe to the subtle perspective of human life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赞美神呢 是全方位的 From here we can see the praising God is all rounded 那第一个小点 称谢那本为善的神 And the first section that is give thanks to God who is good 第一节到第三节 Verse 1 to 3 世人从一开始呢 便以称谢神的名 耶和华 神的本性 善 还有神的身份 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And the psalmist begin to praise God's name that is Jehovah God's nature that is goodness and God's identity that is God of gods and lord of lords 称谢它其实不只是感谢而已 它还有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呢 是赞美 第一个意思呢 是赞美 表示说呢 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去赞美神 这个就是称谢 接着呢 就是说到告白 第二个意思是赞美 表示说当我们在跟神表达我们心里面的情感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是在称谢神 接着就是承认 接着就是承认 承认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呢 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在称谢神 大家有没有发现哦 其实这三个动作呢 赞美告白还有承认呢 都是可以跟神建立还有恢复关系的举动 说到底呢 称谢神其实就是跟神建立关系 这个就是敬拜 这样的敬拜呢 其实是带着情感的敬拜 这样的敬拜呢 其实是带着情感的敬拜 它不是出于关心或者是麻木或者是义务而去敬拜神 这两者呢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那有情感的敬拜呢 其实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那至于关心呢 麻木还有出于义务的敬拜 其实只是局限在头脑上的敬拜 那唯有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敬拜呢 才能跟神连接 因为神是个灵 那为什么我们要称谢神敬拜神呢 在第一节 第三节就很明显说到 因为他是耶和华 因为他本为善 因为他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所以他配的赞美 所以简单来说 神配的我们呈现呢 是因为他本来就配的 接着呢 百姓就回应说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Then the people responded for his mercy endures forever 慈爱在希伯来文来说呢 就是heset Mercy in Hebrew is called heset Heset这个字很特别 This word heset is very special 它有多重的意思 It has multiple meanings 其实都是在表达着神对人的爱的内涵 And they all express the connotation of God's love for men 对 其中一个呢 就是指说在契约里面 忠诚的爱 One of them is the faithful love in the covenant 再简单的来解释 就是说在爱中呢 神将自己给了我们 In short it means that God has given himself to us in love 那神透过跟神立约呢 祂把自己给了人 God gave himself to man through covenant 而且呢 神还立下这个誓言说 永远不离弃我们 And God also gave us his words that he will never leave us 他也也许说他时刻支持我们 And also he promised us he will support us all the time 在危难中 第一个跳出来拯救我们的 即便是牺牲生命 神也在所不惜 He will be the first one who jumped out to save us deliver us Even though causing his life 所以神对于他所拣选的人 也就是一切信耶稣的人呢 是完全忠诚的 For the people chosen by God He is the God with complete faithfulness 对 所以hazard呢 它并不是一个浪漫的爱的感觉 而是用行动 也就是自己呢 来表达对对方的忠诚 But using an action to express our faithfulness towards the other party 用自己的意思就是说 我放下我自己 我为我所爱的人求益处 It means that I lay down myself and ask for the benefit of the one I love 所以百姓回唱说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Then the people responded with For his mercy endures forever 其实百姓就是在歌颂着本为善的神呢 和我们有着盟约的关系 The people actually responded That is the good God has this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with us 神对我们绝对忠诚 永远都不离弃 God is faithful to us and he will never leave us 所以他们才会回唱说 永远长存 是永远 那另外一方面呢 百姓其实也是在提醒着自己 我也要对神忠诚到底 永远不离弃 It is also a reminder to the people that they need to be faithful to the covenant till the end 那第二小点呢 就是称谢那创造宇宙的神 第四节到第九节 The second section is give thanks to the creator God of the universe Verse 4 to 9 第四节 称谢神独行大启示 To him who alone does great wonders 这个的启示呢 其实就是在指着第五节到第九节 所记载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作为 还有接着第十节到第二十二节 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作为 在五到九节呢 在记录着神创造天地的过程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地球呢 原本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的地 在这里就记载说神用智慧造天 他将地铺在水之上 而且神造大光 他造日头管百晝 造月亮星数管黑夜 神能用他的智慧将一片原本混乱不已的这个的黑暗呢 变得有秩序 有格局 有光 还有彩色 更重要的是神他以慈爱围绕着他的创造 怎么说呢 从神创造宇宙的这个次序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慈爱彰显在其中 神首先预备好整个的生存环境 他才创造动物然后创造人 因为神知道生物一切的生物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生存的环境 所以他预先预备好环境 那当我们去思想整个宇宙万物的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他的慈爱的彰显 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见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教人无可推诿 所以保罗在说我们去观看宇宙万物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神的永能还有神的个性 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视觉一定要 我们的视角一定要改变 所以当我们看到云朵啊 小鸟啊 太阳啊 植物还有人 甚至我们自己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慈爱 所以我们要来称谢神 而不是嫌弃或者是挑剔 第三点 称谢那施行拯救的神 刚刚我们有说到第十节到第二十二节呢 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的作为 从这个神的歧视 神所行的这个歧视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慈爱 从这些大灵魂 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慈爱 第十到第十五节呢 其实是记载着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 从十到十五节呢 神用长子之灾 神开红海 让以色列人呢 成功可以逃出埃及 那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二节呢 就是记载着神和以色列人 他们一起生活在旷野的过程 神跟以色列人呢 一起在旷野里面面对所有的酸甜苦辣 包括跟他们一起征战 将迦南地一切的王 亚摩利王西红 巴山王二 全都杀戮 然后再把迦南地呢 赐给以色列人为业 然后再把迦南地呢 赐给以色列人为业 所以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 身在埃及的以色列人 其实他们有什么呢 其实他们不过是一群被受压制数百年 几乎忘记神的这个的奴隶 他们几乎忘记神啊 请问他们配得神施展大人的手 还有伸出来的绑壁拯救他们吗 那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又有什么呢 他们不过是一群受不了旷野的路程 不断缅怀埃及生活 不断埋怨 不懂感恩 甚至还照金牛犊来取代神的一般鲁芒的人 他们配得神为他们杀戮敌军 然后赐给他们地业吗 其实不配得 那为什么神给他们这一切呢 这都是因为神的本性 神是慈爱的神 慈爱也就是在契约中 忠诚的爱 慈爱也就是放下自己 求所爱之人的益处的爱 慈爱永不改变的爱 所以即便是百姓变得如此的不堪 但是神对他们依然忠诚 神对他们依然疼爱 永远都不改变 所以因这神本性慈爱 所以他施行拯救 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行为 所以同样的今天 神让耶稣牺牲自己来拯救世人呢 同样也是出于他的慈爱 所以当我们看神如何对待以色列人 不离不弃直到今日呢 其实我们大致可以了解 神的慈爱 到底是怎么样浓厚的爱 所以神在历史中呢 祂拯救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那神在今日呢 也一样救赎我们脱离罪恶 进入永恒的生命 从历史到今日 神所做的拯救工作呢 都是出于他的慈爱 那这样的神呢 祂确实配得我们的一切的呈现 第四小点 呈现那顾念人的神 二十三节 祂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 二十四节 祂就把我们脱离仇敌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我们如果从历史 以色列历史的角度去看呢 以色列人确实多次陷入卑微之中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 他们的卑微是什么呢 就是成为法老奴隶的卑微 他们原本是神的选民 是全世界的榜样 但是却成为了法老的奴隶 不单止如此 在猎王时代 他们被亚述 被巴比伦入侵 然后被掳掠到一帮成为俘虏 连身份都没有了 这是如此的卑微 在近代二战时期 希特勒发起的大屠杀 他们死得没有尊严 他们遭受几乎是 全世界唾弃的卑微 但是在从以前到现在 你看神 并没有因为他们无数次 自作孽陷入卑微里面 而抛弃他们 反而呢 神以慈爱来包围他们 拯救他们脱离卑微 还有敌人之手 再度赐给他们家园 恢复他们的身份 好让他们可以再次抬起头来 怎么说呢 在出埃及的时候 神将迦南地赐给他们 他们从奴隶变成有地业的地主 被授授七十年之后呢 他们再一次回国重建圣殿 从俘虏呢 再一次成为国民 在二战大屠杀之后呢 神激动他们要归回以色列 建立家园 原本消失 两千年的以色列呢 终于在一九四十八年立国 如今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呢 他成为了医学 军事 农业 还有经济的强国 他们不再是一般寻求别人 庇护的一般的人民 他们可以自己救自己 他们也可以去救其他的国家 所以现在当我们听到以色列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非常聪明的一般人 所以地球姐妹有没有看到神 在他们很卑微的时候呢 神陪他们一起走过那个卑微的过程 神让他们再一次的站起来 再一次的成为全世界可以观看的一个榜样 那我相信呢 总有一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相信耶稣 因为我相信神的拯救在他们身上呢 是一直一直往前走的 因为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一切的作为呢 同样都会做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以思想一下 在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之前 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不堪 可是神他并没有介意 其实我们听很多人的见证 我们都知道在人最低谷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耶稣去找他 他把我们从我们的生命低谷里面呢 拉出来拯救我们 然后再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给我们一个有盼望的未来 这个就是神的慈爱 在第二十五节这里说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里说 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另外一个的翻译版本呢 是他赐食物给人和动物 所以你看 不继续不栽种的这些动物呢 飞鸟啊等等 他们都有食物吃 这是因为神眷顾他们 那我们呢 神赐给我们的货财的能力 让我们没有缺乏 这个就是神的慈爱 神眷顾每一个生命的需要 祂是每一个生命的供应者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呢 神创造宇宙万物 祂创造一切的生物 祂并没有丢下它们 反而是供应食物给人类 给动物 让大家都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即便是地球呢 它都有治愈的能力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今天有饭吃 我们还能够生存下来呢 其实就是神慈爱的彰显 最后节26节这里说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第五小点是 所以第五小点是 我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这里说天上的神 所以我们称谢的对象是 天上的神不是地上的神 哪个神是天上的神呢 那就是主耶和华 不是在地上坐着不动的偶像 所以在这篇诗的最后一节呢 它再一次的把整首诗拉回去 第一节到第三节的表达 将整首诗呢 再扣在一起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称谢的神 就是一开始 世人所说的主耶和华 所以在这首诗篇136篇里面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 一直出现慈爱 慈爱 慈爱 在里面呢 述说着神的每一个作为 从创造 世界到拯救 到人的困境都好 其实这一切都围绕着神的慈爱 所以从古时到现今 所有属神的孩子呢 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不管顺境还是逆境呢 其实神 祂都在掌权 所以当我们在看诗篇136篇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要把整个诗篇呢 扣在自己的生命 也就是说 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景况里面 是苦 是甜 是德 是施 我们都要呈现神 因为神用慈爱围绕着我们 在我接到牧师的通知说 要预备这个承导的第三天呢 对 忽然间我们三位同工 都在那一天得到很大的惊喜 对 在第三天的时候呢 我妈妈就生病 她入院 对 她的情况不是很好 而且呢 医生怀疑她很可能是COVID 那我当时送她到这个紧急的 这个emergency这边的时候呢 医生忽然间跟我说 你妈妈需要隔离 所以你必须马上离开 更惨的是我完全不能在病房里面照顾她 那时我们送她入院的时候 因为情况很紧急 所以呢 我们忘了把她的手机带着 所以我只能够回到家的时候 我只能够靠联络护士人 来去了解她的情况 一方面呢 我们都很担心她的病情 一方面呢 我们又很担心她跟护士沟通不到 她有需要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她 我们跟她失联了24个小时 然后检验报告一再的拖延 其实这24个小时真的是很煎熬 后来呢我们知道说 其实可以托医院帮忙把手机交给我妈妈 可是当我把手机送到医院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需要经过保安的手 然后再到护士的手 然后才可以到我妈妈的手 整个过程我什么都不能做 然后我们几兄妹其实很担心 手机被偷 担心护士没有跟我妈妈说 包裹里面有她的手机 所以那个晚上呢我在医院的外围 等了一个小时多 因为我一定要确定手机要送到我妈妈的手上 我可以打给她 所以之前的24个小时啊 然后再加上我在医院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呢 我才发现原来人真的很微小很无助 我很想做一些东西呢来改变整个情况 可是我发现我什么都做不到 其实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呢 我唯有依靠的就是神 幸好牧师早早以前就告诉我说 我要预备这个诗篇136篇 所以在这二十几个小时的过程里面呢 我告诉我自己 任何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要呈现神 因为神本为善 虽然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知道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神的慈爱让我有这个的力量可以面对 神的慈爱也让一般的一些的同工 还有我的组长透过WhatsApp 我们一来一回的祷告 最后最后呢 手机成功送到我妈的手中 更奇妙的是刚过的星期二 我带她回来PJ到专科检查 原本在上个月检查到她的肾又有结石还有那个积水的问题呢 完全消失 她几天前入院查出她血液有细菌也完全消失 神再一次超自然的医治我们吗 所以经过这件事情再加上预备诗篇136篇呢 我现在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任何的时刻 不管我们身处在很好的时候还是在低谷的时候 神的慈爱都在 对所以弟兄姐妹 如此好的神怎么会不配得我们的呈现呢 他也配得我们忠诚地守在 他跟我们之间蒙约的里面去爱他 弟兄姐妹记得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 Brothers and sisters remember that the mercy of God endures forever 让我们一起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来呈现我们的神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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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Lord our God and King His love and endurance forever For He is good, He is above all things His love and endurance for us Sing praise, sing praise Sing praise With a mighty hand With a mighty hand and all stretched out His love and endurance forever For a life that's been reborn His love and endurance forever Sing praise, sing praise Sing praise, sing praise Sing praise, sing praise Forever God is thankful Forever God is strong Forever God is with us Forever Forever God is faithful Forever God is strong Forever God is with u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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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is faithful forever God is strong forever God is with us forever from the rising sun the setting sun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By the grace of God we will carry on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Sing prai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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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ver God is faithful Forever God is faithful Forever God is strong Forever God is with us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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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我觉得在 2021年的最后一个成岛 神让我们读到诗篇136篇 这首诗词呢 等于就是说祭司唱 前半段 就说你们要称谢耶华 因祂本为善 然后那一些的 惠众呢就回应 因祂的慈爱永远 永远长存 然后26节都是这样 等于今天我们 同工们我们一起来唱前半部 然后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网上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回应说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今天假使我们全体的人都可以坐在这里 这样一同来唱这一首歌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美的一个光景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读诗篇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 无论是在逆境或者顺境 假使我们都懂得来称谢神 诗篇就等于是我们的诗篇了 所以我相信今天诗篇已经成为 136篇就成为小会的诗篇了 而且这一个诗篇就成为 非常真实的诗篇了 因为你真的在经历 你在经历神属性里面的真实 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 有一些结构上 因为我们又更掌握的时候 这一个诗篇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和第26节它的结构是一样的 在英文你就看到 它说 然后它其实是 这个 这个 其实是一个命令的仪器 你们要来称谢神 你们要来称谢神 然后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因为它说 神的属性的本质 你真的要来称谢神 因为他本为善 因为他是万神之神 因为他是万主之主 然后26节 因为他是天上的神 所以我们要来称谢他 所以那一些慧众就说 真的 神的属性是这样 所以他说 真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为他们也经历神 这一个民族也经历神的拯救 这一个族群经历这一位神 怎么样带领他们 经过这一些高山低谷 弟兄姐妹 今天不是以色列人 在做这件事情而已 是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人 都在做这件事情 我们要来称谢耶和华 因为他是万神之神 因为他的本性是善的 因为他是万主之主 因为他是天上的神 2021年我们走到今天 我们能够走到平安到这里 真的是很值得我们赞美神的 因为他何等的善来保护 而且他真的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而且他高高坐在宝座上 他还来到我们当中拯救我们 所以他说你们要称谢神 是非常高昂的 你们要来称谢神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一个黑色 都是属于神的名字来的 这是属于神的一个字来的 真的没有人有这个黑色 没有这一个良善 没有这一个慈爱的 但是只有我们天上的神 只有这个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我们的天父爸爸 因为他的慈爱 真的在我们人类里面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今天你相信了神 今天你相信了耶稣 我要在这里再一次的告诉你 肯定的告诉你 他永远没有离开你 所以每一次你要相信他 你要转向他 你要呼求他 只要你肯有一点这样的动作 神就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全都是告诉你为什么 从第四节一直到二十五节呢 二十二节都在告诉你 为什么我们要称谢他 所以他就用很多形容 来形容这个神的特质 比如说独行 独行大骑士 所以独行大骑士是一个叫做动词分词 意思说他可能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这一位神呢 是独行大骑士的神 所以他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其他第五节 第六节一直下去 有很多什么 就是给予他的赞美 给予他的称谢 为什么 因为 他这样这样这样 他就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神这个带领的过程 他怎么样铺地在水上呢 他怎么样用智慧来创造光和宇宙万物 然后一直讲一直讲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经历 我们感谢神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被我们的环境 被我们的周围 用很消极的眼光来看的 所以其实我们要常常学习 无论在什么情况 你要学习 开口来称谢神 无论什么环境 你看一口称谢神 那个整个气氛就会改变 就好像小卫在医院门口 一称谢神 你感觉那个气氛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 这个是 我们在2021年最后一个程度 神在教我们一些 真正可以度过难关的一个情况 然后在最后的23到25节 他用三个问题再一次来强调 他说他顾念我们卑微的地步 其实在英文呢 他说 谁在我们最低谷的时候带领我们呢 还有呢 谁会来拯救我们呢 还有他最后说 谁会给我们粮食呢 所以他说 他说 原来就是这一位神 这一位天上的神 他就是会顾念我们 会救把我们 会吃我们粮食啊 其实是要加强我们 其实是要加强我们 来称谢神 其实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读这个诗篇 其实你是真的要大声来赞美祂的 你真的要大声来回应祂的 你的环境就会改变的了 最主要你的气氛就在改变着 你整个心思也改变 你重新再认识你的神 今天你的神是永远不变的神啊 天父爸爸耶稣基督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 我们真的为2021年来献上一切的感谢 因为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大家一起来说 因为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再来应该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再来敬拜祂 Let us praise Him 求祥 祂是消防的 祂是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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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当我在读136的诗篇 我的心真的在里面跳跃 神啊我要感谢祢 祢真是慈爱永远长存的神 我们在这一年里面经过高山低谷 我们已经在变化 很多很多的变化里面 一关一关的跨过 我们真的要赞美祢 会不会大家举起手来 主啊我们真的赞美祢 祢的慈爱永远长存 祢常常都没有改变 而且祢爱我们是始终都跟着我们的 因为祢是我们 以我们立愿的神 主今天祢要祝福全体 在这里听诚导的弟兄姐妹 在网上听诚导的弟兄姐妹 在2021年我们要献上极大的感谢 我们真的要称赞祢 称谢祢 因为我们不得不称谢祢 因为祢真的是好胜 祢是一个好神 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过去一切 赞美祢的名 我们也为着未来新的一年 我们也知道祢也是何等的真实 主啊我们谢谢祢 我们为着这一次赞美祢 为着这一切来献上感谢 也为全体弟兄姐妹 交在祢的手中 主啊我要祝福他们 进入新的一年里面 也大大的经历祢 而且他们的眼光要对准祢 求祢与他们同在 生命当中有更大的成熟度 更大的突破 谢谢祢 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上帝祝福你们 我要在这里祝福大家 新年蒙恩了 过了今天晚上 我们就2022年开始 神祝福你 我们晨岛到这里 我们晨岛到这里